我们独家报道但您关心 有机车骑士载着一桶油漆 经过新北市三重最热闹的路段 没想到整桶油漆就这样沿路洒了出来 不仅害得后方的机车骑士摔车 机车也都被沾满了油漆 但这名肇事的男子啊 居然头也不回就离开现场 最后还是被店家捡到了油漆桶 才让整件案情曝光 被害骑士也非常生气向警方报案 律师表示这样的行为 已经涉犯故意伤害 最终可判处三年徒刑 除非这名肇事者可以来举证 他不是故意的 才有办法将刑则减轻为过失伤害罪 早上七点左右路上开始车多 这时一台机车骑了过去 地上却同时多了一道白色痕迹 后方骑士可惨了 整个打滑摔了出去 仔细看这喷洒出来的可是白色油漆啊 边骑边洒紧跟在后方的人没注意 这下全遭殃 撒了油漆却没停下来处理 目睹一切的店家 赶紧把油漆桶捡起来 你这个就是怎么了 我脚白的比较低 我比较低 不过不只摔倒 后方其他骑士的车轮沾上白漆 不说车壳刹车跌盘 也全部都沾上白漆 脚踏板载着油漆 然后速度蛮快的 然后就直接一桶油漆 从他的脚踏板掉下来 然后他也头也不回的 然后就这样走 原本以为就是内探是干的 结果没想到还是死的 然后差点滑倒 陈先生进公司才发现 车子包包衣服全都是白漆 过了一千骑重回现场 博佑路面上的油漆痕迹 也都还清晰可见 上半时间 现在这一桶油漆撒满 整条普悠路面 这里就位在新北市三重 最热闹的街上 而许多民众也因此受到影响 也纷纷提出毁损罪嫌 如果假设今天 他是一个故意行为 刑法的处罚是蛮重的 他故意的伤害罪 他就是一个三年以下 过失的伤害罪 他其实才六个月 扫雷弟有期却没回头整理 进而害人摔车 车体也造成损坏 这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 恐怕也影响 法官最后刑度的裁判与定夺 记得我赞同许小明 新北市裁缝罗